ladder kip raids 真心為您把關 SUM里程保證 我承諾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阿智 買車嫂阿智 絕對最名次 今天阿智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台 十三萬公里 Nivina其實是一個 Nivina非常暢銷的車款 那為什麼它暢銷呢 是因為第一沒有毛病 第二省稅金 第三非常省油 第四空間又非常的大 這個在Nivina賣了大概將近10年左右的時間 一直都是Nivina的一個主力軍 前面車頭的話它是已經來到新的家族世代的VMotion的前臉 那再來就是說這個紅色是非常非常好顧的顏色 以及適合你可能媽媽 新手媽媽要載小孩 或者是說你做市場做生意來做實用 這台車都非常非常的好做一個上手的動作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車頭的話 它車頭是原本的乳酥燈泡 那它就沒有什麼電子配備 沒有電子配備沒有不好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它沒有任何的維修的一個問題 好那再來看一下車車的部分 好那車身喔 車身其實也比較簡單一點 它是有這個車頂架 車頂架是在於你露營也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是剛露坑露營的玩家 這台車也可以帶給你不錯的便利性 那再來它的鋁圈是16吋的鋁圈 這個維修保養成本上面也會比較便宜 整個車身線條的話也是蠻蠻可愛的啦 說實在的這個買來做代付 使用市區代付接送小孩 上下課是非常非常的OK的 那再來看一下我們後車箱 好那車後的部分喔 可以看一下說它這邊 只有下方這個名牌 它就是說代表是我們的變速箱 它是CVT的五段變速箱 整個駕駛的過程當中 會沒有換檔的頓挫感 整個乘坐上會比較舒服 那再來它的最重要的特點 其實是在於它的空間 它的空間呢是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你不管是在兩個小孩 三個小孩 它的書包 它的各種各樣的才藝啊 小提琴 大提琴這都放得下 這是Revina一直以來最厲害的地方 好那我們看一下駕駛室 好那駕駛室呢它比較簡單 它這邊就簡單的說明 它是沒有螢幕的 但是它有收音機功能 那再來它的空調 它是橫溫空調 不是一般的那個用旋轉的那一種 那再來就是說 它的方向盤上面也沒有任何音響快播的功能 那頭燈的話 它是光感應的自動頭燈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未關起車門的話 它也會有一個警示印 它會跟你說 車門未關過 好那再來就是 變速箱的話 這是傳統變速箱 那可以看一下它車室內的空間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這是這台車一直強調的東西 好那再來我們看後面 好那車後 整個西部空間以及頭部空間 都是非常的好 今天不管你是接送小孩 還是載貨 它絕對是你的好防守 那我們看一下 引擎室 擔不乾淨 好那接下來引擎室的部分 它比較簡單 1600cc的自然進氣引擎 那再加上它CVT五段變速的變速箱 讓整個這台車的省油 省稅金都達到最高的效能 那再來這個認證書 這台車的話呢 已經經過我們電視地上方的認證了 這台車它是全車輪板件的一個部分 那其他的機能鍵啊 包含引擎變速箱 方向機 啟動馬達 發電機 這些都已經幫你做檢查完了 那現在12月 現在我們降乘汽車有做一個下煞的動作 現在入手它只需要你 25萬8就可以帶回家 好我剛剛錯過就不在 因為二手車就是僅此一台 only one 限量總是殘酷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實在就是SUM